各位海内外的官人朋友 连线到南部 这是在台南成功大学 政治系教授王宏仁教授 同步连线到台北的摄影棚 这是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 宋国成老师 那么我们特别介绍王宏仁教授 他仍在线上 我们谈谈两会习近平现身了 而身为中国国务院总理的李强 他也发表谈话 也希望党政机构 大家要勒紧裤带 好像要准备过苦日子的 但是在两会结束之后 首度总理的记者会被取消了 究竟对于两会的双方面 这些一层层的意义里头 该怎么进行解读 画面当中 你看到王宏仁教授 这是来自于政治学博士 德国渡宾根大学 政治学博士包括了 美国斯坦福大学 国际事务安全方面的硕士 包括了英国女皇大学 国际政治系硕士 也是台大政治系学士 他经历过包括了像是国策院 还是国策院现在的一个执行长 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 非常非常丰富 包括曾经担任过海基会的顾问了 来我想请教两位 在我们画面当中的一方看到 宋国诚老师也看到了 这是王教授 因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3月6号 他现身在两会当中 一方面听取来自于各个委员的意见 当然也是中国下团组的一环当中 习近平特别提到说 澳门特别行政区跟台湾妇女同胞 可能在三八妇女权之前呢 他特地以节日来一个祝贺呢 不过他不忘向台湾喊话 只是说在前一天 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强 在人大报告当中 对于对台政策只提统一 没有提和平啊 那么让习近平在两会当中 对台政策的态度受到一方面的关注 那习近平强调说 民革要在对台工作大局中 进一步找准定位 来发挥优势和积极作为 团结海内外之外呢 一切与团结的爱国力量 不断壮大 反独促统的力量 不断壮大反独促统的力量 共同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了 OK好那一方面两会在进行同时 也听到国务院总理李强 他事实上他在礼拜二 对涉台的议题报告当中 他只提到统一没有和平啊 来我想请教两位怎么进行解读啊 这是在画面当中的宋国诚老师 包括王红仁教授来 来老师怎么看呢 宋老师您先来好吗 基本上就中共 这终极目标来说的话 是要统一台湾 所以和平这样的东西 始终是一种工具 或是一种手段 他最终的目的呢 当然就是要统一台湾 所以如果说没有统一 来做一个目标的话 和平其实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我们基本上 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 那么至于为什么 在最近这样的时间里面 一下后和平统一被拿掉了 然后一下又恢复了 有点举其不定的一种情况 特别你要注意一下 王红仁他在对台统然工作会议当中里面 讲话也很强硬喔 他说从反对台度到辈什么样 要打击台独等等 可是你看到了这个政协的 这个政治报告当中里面 他其实又变得非常柔软 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显示出来就是说 中共现在目前在对于台湾的政策 有一种应该是要把武统放在优先的地位呢 还是应该把合统放在优先的地位 有一点点举其不定的一种感觉 不过我也要跟观众讲了 就是说就习近平的眼光来讲的话 他的这个 他的视野会稍微大一点 意思就是说 他是要寻求建构一种 全球的爱国统一战线 那就不只是统一台湾而已喔 他还希望在海外的侨胞 或者是说这个在全世界各地的华人 都能怎么样 心向祖国呀 然后这个报效祖国 效忠祖国等等 那至于说台办这个设台这个系统的话 他就会比较偏向两个重点 一个叫什么 反对台独 另外一个怎么 反对外力的感受 讲白了就是反对民进党 跟反对美国而已 不过我们不管是说 他是这样的一种 孰亲孰众 有一种举其不定的状态也好 只要我们认清和平始终是他统一台湾的一种手段和工具 不是他的目标 目标是怎么样 要把台湾统一进来 所以我这样的了解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就是说 虽然说他们这样的一种举其不定 或者是暧昧不清理的情况 但是不要忘记 和平也好 或者是不谈和平也好 终究本身他还是要并吞台湾 统一台湾 是 那王老师您解读呢 习近平对台战略有什么样修正跟改变吗 王老师 我觉得基本上你要光从两会的总理工作报告 去看说 他对台政策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变化 基本上从过往来讲 本来总理的工作报告就不是 把台湾当作重点 所以说其实 他有没有加和平这个字呢 根本也不会去改变 就是说不会有对于中国 王继琳对台湾这种 希望统一的这样子立场的任何一个改变 而且中国本来也就没有说要放弃 把武力作为其中一个选项 来完成他所谓的祖国统治 所以武力这个部分本来就没有放弃 可是我的确也很相信 就是说 如同刚刚上网是讲的 在行政策至少从第二任期开始 一直到现在第三任期 他不但是对台湾 他对其他周边国家 采取一个更为经济 更为 说当边这种旅边现状 更霸道其微的例子 我觉得是越来越土显 跟其他 特别是跟他上一届的这个 那个总书记来比的话 我觉得他是更为强势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的确是往一个比较不同的方向 他话上是没有说实 这是第一个 我就觉得这个 整体的一场没有太大改变 这个字据上面 当然媒体喜欢稍微做一些文字的比较 第二个我觉得今天有趣的是说 这个习近平呢 他并不是在两会期 他并不是在这个 这个不是在两会的总理报告书里面 特别对台湾来做注明 可是他们情情喜欢另辟实际 特别针对提湾的问题 做发表相关的言论 例如说习近平他这一次是干嘛 他是去看政协底下 他们叫Toneone Toneone政协底下的工作实施状况 其中一个是遇到民革的时候 民革是什么 他叫做国民 革命实践 国民革命实践 是这样 是现在其实在这个中共里面 他因为他还是认为说 他们是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 他还是有 自由 其中国民就是最大的派 他还经过了谱谱 他是在特别看望民革的这个 这个时期点的时候 提到说要怎么样去 结合海内外这种 爱国人士啊 爱国同胞的这些 这个向心力 然后呢来增进这种反骨促逃的力量 所以从他的这个挑选的时机 还刻意选一个国民党 这个人 我觉得是很是别有用心 别有用意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我顺着王老师 您所提的一个脉络 中国在对外的关系 对美国 对周 尤其周遭国家 那对台湾的这一种紧绷的态势 持续都没有松弛过 倒是在昨天空中的画面所曝露 就中国跟菲律宾的渔船 在南海所发生的冲突 这个碰撞事件 因为这画面清晰可见 我不知道两位的解读是什么 宋老师您先来好吗 有一点点区别 在南海问题上的话 中共认为就是说 这是一个可能 涉及到与境外势力 特不是美国进行一种 区域对抗的一个议题 那么在两岸这个方面的话 中共始终把他认为就是 这是一个中国内政的问题 所以他强调就是说 在这个领域呢 会非常坚决的反对 境外势力的干涉 为什么呢 他认为两岸的问题 应该由两岸的中国人 自己来解决 所以这个性质有一点不同 所以我认为 有两个观察点 第一个就是说在南海的菲律宾 这个问题上面 我觉得中共会比较强硬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本身 你看90%的南海 他宣称是为中国的领土主权的范围 在这个地方如果有任何的松动的话 他对于台湾的统一本身 就失去了他的一个立足点 那么所以这个问题 在南海的冲突上面 我觉得进入到一种 纯军事手段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慢慢在升高 菲律宾说他现在要反击了 我不再怎么样吞忍 我也不再忍受你这样的一个霸凌 所以这个地区本身 我觉得火药味非常的重 而且这个恶性循环的这个速度 非常非常的快 可是我们来看台海的问题的话 它就非常的复杂 它有和平 也有武力的问题 当然我们现在从现代战争的角度来看 和平和武力之间 其实它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 换句话说 和平当中里面可以带有非常严重的 虽然不是军事的 但是可能是效果更为强烈的一个 威胁的一个效果 反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战争看起来好像很可怕 可是很多的战争本身 又是一个怎么样 没有烟消的战争 所以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界限 越来越模糊的情况之下 和平既可以被武器化 那么战争本身也可以被怎么样 被松软化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我们要看的一个底线思维是 中共对我们终极的目标是什么 在这个终极的目标 我认为武力问题是一种怎么样 在必要的时候不放弃来解决 台湾问题的一个最后的手段 但是在这个手段之前的任何的一个步骤 方法本身中共都可以怎么样 两手策略三手策略 甚至怎么样千变万号都可以 所以在这个过渡时期 在这个走向这个终极统一的这个过渡时期 各种和平的经济的互惠的 乃至于就是其他的这种手段本身 都可能是纷纷会出容 但是它都是一种工具性的目的 最终呢还是要实现 这个所谓的中国的完整的 全部的一个统一 如果这个统一到最终不能实现的时候 那么中共怎么样 它就会速度于武力 甚至不惜于美国来一场 我们所谓的这个世界大战 也说不一定 好 那我不知道 王老师您自己认为 这个态势可能会朝这样的方向去发展吗 我们从画面当中 我们细数描述一下 由这个外电所 透过这个画面当中所进行的解读 因为包括了美国自由亚洲电台 跟香港的网媒 欧万的一个报道 中国跟菲律宾呢 这是在3月5号 他们在南韩再度发生冲突 那菲律宾的海行队的官员呢 他在这个社群媒体 X表示 在过去Twitter 两艘在南海支援军方补给行动的舰艇 遭到中国海警船及民兵船来阻挠 那画面的传达里头 菲律宾声称 中方的鲁莽跟非法的行动 令菲律宾的船只 跟中国的海警船发生轻微的碰撞 菲律宾的船只 结构有轻微受到了影响 其中在中国的海警新闻的发言人呢 他说呢 菲律宾呢 违背承诺 刻意派出两艘海警船 两艘运捕船 擅闯中国南沙群岛仁爱礁 台湾所说的仁爱暗杀 临近的海域 向其非法坐摊军舰的运送物资 中国的海警呢 出于人道主义 对菲律宾运送必须的生活物资的一艘船 做出临时性的特殊安排 所以中国方面宣称呢 菲律宾的海警船 无视中方一再的警告 以不专业危险的方式 故意碰撞 冲撞中方执法的海警船 导致发生轻微的刮衬 责任完全在菲律宾 但是我们看到菲律宾的总统呢 小马克是哦 他是4号说 曾经发表一个谈话 那4号说等于 等于在这个事件应该还没有发生之前吧 小马克是说 尽管菲律宾跟中国的紧张关心升高 仍将与中国合作 但强调如果不是菲律宾在南海的主权呢 包括管辖权遭到忽视 菲律宾呢 菲律宾如果在南海的主权 他的管辖权遭到忽视 菲律宾将会给予反击 好等于小马克是双方面 他在正反方面 做一个比较平衡性的一个看法 来两位两位 刚刚这个孙老师已经做评论 王老师我刚刚描述在空中冲突 双方面的一个论述 你怎么看的王老师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 这一次刚刚主持人提到说 最近发生的是这个事情 中国跟菲律宾在南海 特别是仁爱礁跟这个 主要是现在这个仁爱礁跟黄岩桃 其实从去年年终开始就不断争议 本来中国跟菲律宾跟越南海 跟马来西亚这些国家 基本上都还是有多多少少 可是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很特别 从去年年终开始一直到现在 为什么会选菲律宾呢 主要是小马可市 开始积极的跟美国进行军事合同 美国不断的除了这个已经开始同意 菲律宾同意跟美国进行军事租借 租借地的这个部分 另外最近在今年年初的时候 美国已经决定要囤放3900 大概是3900公盾的这个火药 火药的这个资源 在这个菲律宾旅充岛周围 他其实已经 美国已经准备 这个预计万一这个南海发生冲突的时候 美国要准备借疫 这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觉得 中国这个视频点心到那么可疑 就是说 他虽然说某一种程度上面来讲 这个 台湾这个 把它当作是一个独立的这个内政事情 因为菲律宾这个是属于这个 他跟 中国跟菲律宾的民主之一的部分 可是如果我们从比较大的比例来看的话 第一个是台湾问题早就已经伏计了 所以我们从最近发生的这个 惊吓事件 金门事件来讲 就算没有这个 商务船支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中国也会找理由 请办法在这边 碰造出一个争议处 台湾海峡是一个问题 然后这个菲律宾是一个问题 更不要讲在今年过年之前 2月6号左右的时候 中国的海警船 中国的海警船开始 进入到这个所谓的日本 在钓鱼坛的这个水域里面 驱逐日本的这个海警船 所以你如果把这三个地方联系来看的话 其实他其实都没有什么样的区分 都是所谓争议性 与中国有争议性 这个领土问题有纠纷的这个区域 以及都有美的涉入 因为这刚刚这三个地方 在过去这几年来 都与美加强军数上面的合同 所以我觉得合理的怀疑啊 除了有长期以来历史因素之外 其实习近平也会特地 挑了这个时间点 要测试 美国到底在这些地区的感应会怎么样 所以你看金沙事件完之后 美国马上派了一艘 这个驱逐舰过来 就是要宣誓说这个台海地区的稳定 是美国人在意的核心利益 是 非常好的观点了 那同样问题我请问宋老师 对日 对台 对菲律宾 中国真的战略性行为 这个象装舞剑意在配工 这要挑起美国对整个事情的整体的态度 跟反应吗 宋老师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中共最大的目的就是要测试 美国是否有这种战略的决断力 换句话说 它试图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去造成一些冲突 然后让美国本身这个什么样疲郁奔命 或者是分散它的一个力量 所以这里头我们有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三角关系 我来说明一下 第一个就是说 你看这个菲律宾其实对于核战之间 也是有一点举其不定 我认为是阻碍的两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说 美国对于如果中共开了第一枪的时候 菲律宾不太能够掌握美国 到底它的战略的决断力或者决断性 会摆在一个什么样的层次 来作为一种启动的标准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 在东协国家当中里面 菲律宾不太能够掌握他们可能的一个回应 或者是事后的态度 现在越南跟马来西亚 因为跟这个南海的主权宣称有关的一些国家 主要是越南马来西亚跟汶莱这个国家 马来西亚跟越南有一点不太一致 马来西亚其实是怎么样 不太希望美国的势力介入南海 可是越南本身现在本身 有一点要靠近美国 所以它也乐观其成美国的势力 比较深入的进入到南海 以确保它的这个区域的安全的问题 不过我们现在回到中共 中共对我认为在南海的问题是 它采取一个什么的弹性伸缩政策 换句话说当你马克思讲说 我们其实也很想跟中国合作的时候 你看它的手段就比较收敛 可是当你要讲反击的时候 它好像我也寸突不让的样子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你可像昨天我举一个特别的例子 中共出动了几艘海警船 14艘 14艘围什么围一艘 围完之后再去用14艘去围另外一艘 这个强度不断的在升高 换句话说它对于美国的 这个压力的测试是怎么样 5分10分20分这样不断不断的升高 剩下压力过一样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 南海的事情确实是非常的复杂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一点就是说 中共在这个地方本身 不会有任何的退让 换句话说它是用一种 螺旋式的一种冲突的一种升高 然后忽高忽低 然后忽紧 忽松 或者是忽硬忽软的方式 不断地在把这个局势 把这个南海的战略态势 搞得越模糊越好 搞得越不清楚越好 因为只有混水才能够好好的去摸鱼 所以这个南海这个情况 我们不要小顾这个事情 它可能就是第三世界大战爆发的一个地方 一旦菲律宾进行反击 这个反击会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那就看你中共 你若不反应的话 那你就傻眼了 你在以前所有在这边的一个动作本身 就等于是都在那边演戏 在那边装装做事而已 所以我高度的这个非常忧虑南海的情势 那王老师我想请教 你刚刚提到 他最近在这个挑衅周遭国家里 对日 对台 对菲律宾 相较于中国内部的情势 尤其在每一年进行的全国两会的 国务院的记者会里头呢 我们看到应该不是记者会 国务院总理李强的工作报告里头 邀他们的党政机构所有的首长啊 呃官员要勒紧裤带 要有心理准备过紧日子 也就是说中全世界的共识都知道 中国的情势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 那成也习近平败也习近平 习近平将来安然还处在这个地方 在这一个情势内部 这么险峻的状况底下 他又对周遭国家不断进行 刚刚宋老师讲的螺旋性的 这一种挑衅跟测试 这个我不知道这样子这中间 他的一个战略跟想法 真的吗是单纯的 所谓的只是转移注意力吗 还是有更后面更缜密的计划 跟战略性思考在里头呢 来王老师 我觉得有时候 你如果回过头来看哦 我总是有点觉得说 其实中国即便现在是穷冰土国 可是他比如第一个 你看他今年的这个军事预算也提升了 往7%以上的方向迈进 另外一个是说 我觉得他某一种程度跟俄罗斯有点像 或者说他有没有在模仿俄罗斯 你看俄罗斯2008年开始先 武力进攻 喬治亚 宣称说喬治亚里面有两个独立势力 公投通过了他去保护他们 2008年之后是2014年 是克里尼亚我们都知道说他就农下了乌克兰南部的克里尼亚 然后再过了几年之后 因为疫情关系 他稍微休息一下 2022年的时候 又来一个乌克兰东部的地方 搞独立 他说要去保护 我只是觉得说中国在看这个过程当中 说不定他也来模仿一下 就是要恢复过去的师徒 因为俄罗斯现在所做的 对喬治亚 对特里尼亚 对乌克兰做的 甚至以后还有其他国家 某一种程度上面 他就要恢复原来以前 俄罗斯或苏联时期或是更早之前 这个不要说帝国时期 至少是全 这个全盛时期的时候的这个整个的一个 土地规模领土规模 但我回过来看中国的话 我觉得习近平可能也没有程度 有得到一些启发这样的 透过这些方式 因为毕竟在任期之内 第一个他打破很多惯例 你作为一个打破惯例的领导人 请问你有什么资格打破惯例 你总是要拿出一点成绩 你现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搞不好 你总是要在外面 採取一个比较强硬的姿态 让其他人也可以尊敬你 就至少不太敢对你中国 有什么样的 这个任何的这种 跟你来做一个打折扣的这样子的一个 特别是在领土上面的一些 部分有一些这种 我觉得中国表现强硬 反而会让 这个中国的民族自信心能够做一些評審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更细一步当然是如果能够能够 他们所谓的争议性的领土 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部分 还有跟印度之间的边界冲突 我觉得这些或许会对习近平 将民主持政的这种根基会更交往 这个透过了刚刚王老师说法 宋老师您觉得呢 模仿俄罗斯 从乔治亚 从克里米亚到乌克兰 这个脉络很有意思 宋老师你怎么看 基本上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同于 王老师的一个看法 就在于就是说 这个模仿本身也不是 全部的照搬的模仿 虽然说他们两个领导人 都有一种恢复到一种 古代荣光的这样一种 所谓民族复兴这样一种期待 可是苏联有解体之后 想要去重新把解体的共和国 把它拉回到一个统一的一个 新俄罗斯的这样新的版图 这样一种构想 可是中共的话 它所处理这个问题 它就不见得有这样一个能力 为什么 你不管你再怎么样 对新疆唯有我族人 去进行所谓的再教育 基本上新疆还是属于 中国的一个自治区 这里头不存在一个 就是说你分离了出去之后 我重新再把你拿回来 西藏也是一样 但是唯独台湾话 就有点类似了 因为台湾它认为怎么样 你是一个走善走失的一个孩子 所以你要当归 你应该应当回归祖国等等 但是问题呢 问题是说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 所涉及到的是俄罗斯和整个 北欧的一个区域的武力之间 相互对抗的问题 但是台湾的问题不是 台湾的问题本身是 不仅是一个地缘 空缘跟海缘 三缘的一个复杂的 一个战略博弈的问题 同时它要直接的面对美国 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 所以即便是中共想要去模仿 模仿俄罗斯 但是中共所能够去模仿俄罗斯的 一些筹码 条件和资源等等 未必是能够胜过俄罗斯 不过另外我们主要注意的问题 就是说同样如果说是 因为要恢复其日的帝国农钢 这样的一种做法 但是这个后果所承受的 就是西方国家对它制裁的后果 所承受的 可能中俄之间的承受的程度 能力也不一样 承受的效果也不一样 俄罗斯是一个很小的经济体 虽然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国家 但是你说像制裁 金融制裁等等的 对它来讲 人身体小 损伤不大 中国不一样 中国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大象 一旦对你进行制裁的时候 那中共所受到的这一种冲击 所受到的一种危害 本身都不是俄罗斯 所能够相提并论的 所以即便中国想去模仿俄罗斯 也许有所谓一种 共同的民族复兴的 这样的一种愿望 但是在很多的地缘政治 乃至于政治经济的因素 以及它所面对的各个国家 本身复杂的一种战略互动的一些 原因和效果等等的 都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复制 或者是一种简单的模仿 是 王老师 如果拉大视野 由你所讲的 中国最近似乎跟周遭的国家 包括了台湾 包括了菲律宾跟日本 旅旅所爆发的冲突里头 那么再来看看在金门海域 我们的海巡署的船只 其实跟他们的三无船舶 所发生的冲突 看起来 看起来好像不如 台湾这种紧帮的情势 那么简单 我不知道这个 不过你怎么看 我们怎么去因应这个态势 如果它是有计划性的 台湾只是 它的大战略当中的 其中一环而已 而这个事件里头 又令外界比较忧虑的是 台湾有一些中国的协力者 跟中国进行唱歌 因为毕竟 进入了协商阶段 毕竟进入了司法阶段 可是呢 在中国方面 尤其是国会 已经有断定 就是要把它定掉 这是一个撞船事件 当你把它定掉 这个撞船事件 当然呢 就代表海巡署 海洋 海洋会 在主导这个海巡署 在执行勤务时 是有瑕疵的 必须要公开道歉 但是很抱歉 很抱歉 进入了司法阶段 所以这是我这两天我也觉得匪夷所思 我们的司法权 可以凌驾 我们的应该说立法权 可以凌驾司法权吗 五权分立 立法司法司法 司法调查都在进行 怎么会有立法权 就侵犯这个司法权呢 好 拉大视野去看这个事件 不知道两位有什么样的看法 怎么去因应呢 来王老师你先来好吗 我觉得我自己最近也是看了很多立法院的咨询 当然我们不用说特定的这些立法委员 我觉得说实在的就是说 看到这些 我真的是特别是在党的这些立法委员 就是建业心情 就是觉得说 刚好是这个机会来做一个很好的表演 那透过这个表演里面呢 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就回应了或者附和了对岸很多说法 第一时间如果你看国台办的发言人 他的这个发言内容 其实第一时间在这个惊吓冲突 都还没有任何的调查 或是说有任何比较明确的这些市政的这些 公布出来的时候 对岸的国台办发言人已经就已经有见解了 就已经先定调说 这就是台湾官方故意要去掩盖事实 台湾的海巡署海巡人员 入意的去做这种执法过担 用一种粗暴的行为等等之类 有这种开始的定论 第一时间中方对这个态度 就已经有一个例子 你后来要去做一个这种协调过程呢 因为一般老百姓 或者说在这个事件当中 受害的大陆渔民的家属等等之类的 他们可能也是被操作被利用的一个 其中的一个对象 因为他们当然是希望能够获得赔偿 可是有很多部分涉及到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觉得的确官方要有 这一个 官方要有 这个说服或是引导 要能够理性的去安补这些 不管是受害家属 或者是国内有一些小粉红 他们要激烈的这样子 不分青红皂白 不开始下定论的这些言论 这第一点 那第二点 刚刚主持人问到说那台湾要怎么办 我觉得我不就这个法律层面来做纠结 我觉得有一点很重要是说 我们在跟对岸评判事情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不能够单纯的把它 像说是我们两岸之间的问题 我们要把台湾问题 或者说其实台湾问题早就已经是国际 其实它涉及到很多是国际法问题 涉及到是还有这个自由行情权等等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问题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 要把台湾的问题国际化 其他国家周边国家包括美国 他们才会认为说这个是 严重的侵犯到 就是说地区的稳定 然后这个 这个中国方面 其实透过这样子的一种 零星的这种危机事件 试图要去改变现状 试图要去做这种所谓常态化的这种动作 比如说把台海内谈话 比如说透过海警船的固定行锣 开始固定的去检查 去抽查去登船 检查这个很多这些我们 这些金门的渔船等等之类 这个都是过去所没有 所以我觉得它会开始做一些新的创生 开始做一些常态化的动作 可是如果你把它局限在两岸问题的话 那其他国家 其他国民国家都会觉得说 那是你们两边要谈的事情吗 跟我们无关 可是事实上跟他们无关吗 当然一定会引起不到他们 因为中国会利用同样的手段 去对付钓鱼 中国会利用同样的手段 去对付菲律宾跟菲律宾有争议的南海 这是同样的道理 我觉得是 这个其实要把它国际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 谢谢王老师 来宋老师补充 我简单的回答小军 您说立法能不能干涉司法 当然不可以 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这个没有什么好商量的 可是全世界的这个法治 民主法治的一个国家 会同意我所讲的 立法是绝对不能干预司法的 可是中共不一样 所以我提出四个分析的一个视角 在这个翻船这个事件 金文翻船这个事件当中 你们可以看得出来 什么叫自由国家 什么叫专制国家 台湾是把这件事情 述入于法治主义 由司法检调来进行侦查 中共是怎么样 它是进行一种政治操弄 这是第一个区别 第二个呢 台湾认为这一次的这个事件本身 是涉及到一个 台湾的司法管辖前的问题 对不起 中共的看法是认为 这是维护我中国主权的问题 这是第二个不同的地方 第三个呢 台湾是基本上 全国上下都认为 司法当然必须要超然独立 可是对于中共来讲的话 没有一个人认为说 这个政治是不能干预司法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说 台湾认为说 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国际的问题 为什么 比如说领海啦 然后这个接连区啦 或者是这个专属经济海域 这个都是依据 这个国际海洋法公约来制定的 可是中共呢 他认为你国际海洋法呢 国际海洋法公约 还不如我的怎么样 不如我的一个 习近平的一个想法而已 他完全不尊重这个国际法 所以你从以上来看 台湾走法治 中共走政治 台湾走司法管辖 大陆走的是怎么样 主权的一种维护 最后呢 我们强调的是司法独立 他讲的是什么 我是可以政治干预 最后我们认为这件事情 是基本上是海域上的一个 国际法的问题 或者是国际条约的问题 中共认为说不 这是我一个 中国内政的问题 所以他如果把中国当作是这个 台湾当作是中国一部分的话 那还有什么海峡中线 哪有什么金门竞选海域 台湾在这个地方 那你都是属于我的 那台湾海峡也好 金门也好 马祖也好 通通都是我的 所以就说假如你的全家都是我的 那你的冰箱 还有你的这个碗筷 当然也都是我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为什么这个问题本身 会有这么样一个 复杂的原因在什么地方 但是我最后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一个立场 我一直在强调就是说是 我们要有我们自己本身的 台湾的一个主权地位的 一种自我的论述权利 有台湾的一个论述权 必须要握在我们自己手上 所以今天你只要妥协 你只要软弱 那么他就会把你 当作是一个软的柿子来捏 就如同他把菲律宾 当作是怎么样 可以任意欺负的一种 所谓的欺善怕恶的 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讲到最后 基本上来讲 无论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发展 反正我们的主权不可退让 我们司法管制权不可松动 我们全体一起抗共 维护我们的自由民族体制 没有丝毫可以动摇的地方 好 非常谢谢两位 非常认同刚刚其实 不管是宋老师跟王教授 王老师 王洪仁教授所提出来的 因为这两位 应该是说 当中国的渔船翻覆之后 导致了两名中国人 不是死亡 说真的 中国人某一种程度 也许这些人出海 根本不知道自己任务在哪里 更不用说导致冒的这么大的风险 那生命都没有了 基于人道援助 在台湾方面 当然全力协助 但是但是 一旦涉及到主权的问题 一定是寸土不让 我相信对台湾来讲 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一个原则 谢谢王老师 谢谢宋老师 我们待会儿 待会儿还继续跟你谈谈 在中国的每一年当中 全国两会 好 两会 两会在登场同时 在这里头的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所进行的报告 跟习近平现成之后 应该怎么进行解读 我们知道呢 所谓的中国两会呢 其实是从1991年当时的 国务院总理李鹏 接受第七届 全国人大的四次会议发表之后呢 于是呢 于是呢 就开始有这样一个制度化 我们稍后来看看 这个两会落幕之后 带给全世界应该有哪些解读 尤其对台湾 我们休息一下 再回到我们的线上 我们再会了 这是一个挑战 这是一个冒险 39岁快40岁的时候才开始动 一投入的话就是不习一切 那我希望我可以在我还巅峰的时候 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 沿着大奔水岭 沿着状态 沿着状态 主级 然后完整的贴着 对 然后把它走完 尤大哥压了一个非常不可能的时间 是不到九天 整个路程谁也不敢保证说是一路平安 好 不是淹死就是被掐死 就会有声音就是说 大哥大哥 其实那个前面就是宣癌 我们不是一个团队吗 不是走一起吗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我们在那里大吵架 因为我自己也想到哭出来 你不能放弃 你也不能停下来 他想要去完成 担心一定会担心的 最后一排 可以走到这一步 值得 自己会安慰自己值得 各位海内外的工人朋友大家好 谢谢大家支持小君台湾plus 我们的订阅即将突破30万 非常谢谢大家给予的肯定跟支持 在这个地方跟大家分享 台湾民众的人口老化的速度 在全球是名列前茅 其实从1993年 台湾就进入了高年化社会 1993年就进入了 当时65岁以上的人口 是7% 也就是说在100人当中 有7个是超过65岁 而我们的预估 所呈现的是 3年之后的2026年 将会迈入全台湾 20%人口 是65岁以上的族群 也就是说 在3年之后 注意听哦 3年之后呢 这是达到了5分之1 3年之后呢 全台湾5分之1 20% 5分之1的人口 是超过65岁以上的族群 超高年社会 好 在这个数字里头 很简单是告诉大家 每5个人 就会有一个人 是借退年龄 所以小君姐特别成立了 小君乐火plus 我们会特别邀请各方的专家 来分享 长照 健康 文化 医疗 艺术 相关的议题 尤其是在医疗方面 这个牵涉到我们常常吃的食物 饮用水啦 运动啦 医学啦 包括你的生活习惯 像是睡眠 养生 这些相关的新趋势 跟新知识 要让大家健康加分 享受生活 尤其呢 我们最近要推出 睡眠不足 可能会成为健康的头号杀手 WHO他们发现呢 夜班 就上夜班的护士 特别容易得到癌症 所以从健康基石的角度来看呢 蔡蓉聪医师 我们特别访问到她 她说呢 昼夜节奏是不能够改变的 白天 工作 入夜之后 该休息就得休息 昼夜节奏是不能改变 例如呢 我们也会邀请到蔡蓉聪医师 针对免疫疗法抗癌的效果绝佳 这项革命性的医疗 免疫疗法 到底已经是到发展到什么阶段 它可以让白血病的九成根治 这些议题都是我们分享的重点 欢迎大家订阅小君乐火plus 跟爱护支持小君淘安plus一样 按赞分享 而且呢 继续支持我们 记得哦 要订阅哦 我们再会咯 拜拜